畫面借給我一下 再來的話我們就是 剛剛第一把資料下載 第二的話切割用Splitter 所以關鍵就是Splitter 然後裡面的話呢 Splitter這個是第一個是切行 第二個是切豆點 然後裡面因為有那個什麼 有那個空白所以我們strip 剛好講到 第三個就是怎麼樣 把資料再新增到資料庫 這個因為前面有寫過啦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拿前面的東西當範本 有沒有裡面的話 Input S 這個應該沒問題 其實這 一直到哪裡呢 建立資料庫 一直到建立資料表 這些 這幾行的話呢把它放到最上面 有沒有因為我們要先新增資料庫 然後 再去抓資料 再切割資料 再把資料塞進去 所以新增資料庫可能要拆兩部分 一部分是先產生資料庫 抓資料之後 後面的話呢 第二部分才是寫入資料 OK 那首先的話呢 第一個啦 那上面部分我先拿這幾行 這個建立資料庫 跟建立資料表 把它直接Ctrl C 然後放哪裡呢 特別是要放在那個我們的 上面Request 特別是要 Import Request 等於放第二行 因為呢 我們如果放的話呢 基本上 這邊呢 Import一定要放在第一行 喔 那另外的話 Import Request 跟Import Ctrl Line 當然你可以寫兩行 不過一般習慣 你可以這樣子 把它加個豆點 把那個 Ctrl Line 3 有沒有 放在豆點後面 那這個就不需要什麼 再多加一行 就這樣就可以了 有沒有 Import 第1個 第2個 第4個 如果你有後面的話 那你可以再繼續 import下去 好那我們就是 做了哪些事啦 第一個啦 我們就建立一個 資料庫 叫market.db好了 OK 然後呢 底下的話呢 就是多加一個敘述 這個前面我們講過 Trope Table if exist 就是如果那個 Market01如果存在的話 因為避免怎麼樣 資料重複的新增 有沒有 然後再來就是Create Table Create Table 如果 假如不存在的話 那就幫我建立一個叫 Market01的一個table 那總共會有五個欄位嘛 OK 剛剛我們看到五個欄位 這五個欄位分別是什麼 日期 一直到 這個平均的 這個價格 OK 是以公金為單位 那當然名稱 這個欄位名稱要叫什麼 我之前有講過啦 最簡單的方法就 就是 有點像那個 跟Excel很類似啦 有沒有 所以這個也是偷懶啦 不過你其實可以用 這個你看得懂的名稱 你用中文用英文都沒關係啦 只是說後來我發現 ABCDE好像最簡單 因為直接這樣寫還蠻順的 不然每次 光想到那個欄位名稱要叫什麼 就覺得好頭痛 而且有時候 常常會那個打那個名稱打錯 然後造成那個後面程式出錯的地方 都在這個地 所以 其實乾脆用ABCDE好了 應該比較簡單 這個靈感也是來自於Excel 所以我覺得Excel 真的是可以讓你很脫懶的一個工具 OK 所以有時候有人用到Excel之後就回不去了 對啊 對啊 叫人寫一堆程式 不如就直接用Excel 那裡面的話呢 特別是因為我們總共有那個 五個欄位呢 當然第一個我叫Date Time 因為裡面的話呢 它是放什麼 日期嘛 所以它有個形態叫Date Time 日期時間的話 叫Date Time 第二個的話叫Texcel 其他都Texcel 另外的話呢 那個價格部分的話應該有小數點 所以我們用Double Double的話就是有小數點 如果沒有小數點的話 那你可以用什麼 Integer 還記得吧 OK 好 所以我們就產生了烏克蘭位了 應該沒問題吧 所以這個也是可以拿來範本嘛 以後如果說 比照辦理啦 所以以後我建議你多練習啦 然後拿這個當範本 OK了 沒問題 然後再來的話我們要做什麼 所以就把它建立起來 所以 上面的部分就是建立資料 Crew 建立資料表 應該沒問題吧 再來的話呢 資料就下載切割了 切割完之後關鍵來了 資料新增的第二步 就是 把資料放進去 剛剛我們有List2切割好了 再來的話呢 把List2跟那個 Insert Into結合在一起 最難的地方在這裡 所以 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就是把第二步驟 新增資料庫 主要是從 黃色的區域啊 所以為什麼要特別用黃色啊 因為實在是最容易出錯 可以怎麼樣呢 把它放到哪裡呢 放到Print List2的下方 所以這一段 把它Ctrl C好了 因為 難度比較高了 而且實驗的關係 我是建議回去一定要重寫 建議怎麼樣 就是你不管 反正 就是有些地方自己敲一下 如果 不OK 沒問題先複製 先拿來當範本 先可以work再說 好 然後呢 我們就把這個黃色區域的程式 把它放在哪裡呢 放在Print 這個List2的下方 把它貼上 好 那一般是 可以把這個PrintList2把它註解掉 這個就不執行了 因為我直接把那個 資料給篩進去 那篩進去的話呢 特別注意喔 這個最難的地方就是下面這一行 就是InsertIn2啦 其實最容易出錯的 那我們大家來看一下 這裡面的話呢 我們因為總共會篩 總共五個欄位 這個五個 五個欄位特別注意喔 Data跟Test 前後都要單引號 Data也要 Test也要 然後呢 Double不用 不過你會發現喔 我這個錯誤喔 這個Double 我居然給他 單引號 可是我卻沒發現喔 但是呢 我執行之後喔 居然沒出錯耶 OK所以喔 他這個好像有一點點 防 怎麼講 有一點點那個 空間 就是你錯也沒關係 所以理論上應該這個 前後單引號應該是要把它去掉才對 因為 前後有單引號的話 主要是針對 那個Test OK 好像沒 你看我這個忘了把它刪掉 OK啦 我理論上應該是要把它拿掉的 我把它拿掉了 OK 然後Format的話後面就是分別把 裡面的 資料一個一個的幫我把它放進去 所以 就是Format 放第一個資料就零 第二個資料 第3第4第5 總共五個欄位的資料 就分別把它inser into 進去啦 好 然後最後的話呢 我們全部跑完這個回圈之後 總共應該是幾筆資料 Ctrl向下 24000多筆資料 OK 其實資料 不算多啦 但是 跑起來會不會很慢呢 我們來試試看 然後最後記得Cmit 然後把這個 這個 資料會關閉 顯示 寫入成功 OK 20000多筆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那這樣應該OK啦 只是說 我們現在是拼裝的啦 那當然盡可能的 你們可以了解 來龍去賣 讓我把資料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 1 2 2秒鐘 應該不到 寫入成功了 OK 那表示說呢 我們現在資料應該都進去了 再來的話呢 我們其實可以再利用那個SQLite Browser 可以去找到什麼 找到我們根本屋底下 會有個Market 點db 有沒有 就可以把它打開來看看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喔 把 剛剛講的這 兩個段落 切得注意喔 第一段是把它摳到上面 這一個 第二段是把它摳到下面這樣子 就把它跟剛剛的爬蟲 切割 把它 兜在一起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喔 OK